金卡代山都要去TB卖货了 明星直播是自降身价还是利益高于一切 相信很多朋友都发现了 今年开始有很多明星都加入了直播卖货的行列 比如郭富城之前就尝试开直播卖洗发水 欧美著名名院金卡代山最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预告 11月6号他将现身微亚的直播间和微亚一起直播 这样一位叱咤欧美圈的名院居然要来TB开直播了 外界也有很多声音说他现在做这些太降身价了 也有人怀疑他是没钱所以只能通过直播赚钱 直播卖货还处于红利期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这个队伍也无可厚非 作为新兴产业大家加入的目的肯定也不一样 但赚钱都是肯定的 毕竟没人会嫌钱多 通过自己劳动努力赚到的钱也没什么的 但个人能力也得保证 毕竟很多人看明星直播都是冲着这个明星的名气 点开后发现明星连基本的表达能力都做不好 那也是挺尴尬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顺患了